所以这一篇教会也说了 什么是念佛啊 精心心上真有佛 我们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 去生活生活是念佛 去工作工作是念佛 去应酬应酬是念佛 处事在人间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老和上下一句讲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有没有同修 你突然想起来 当然不是因为我告诉你答案 你才想起来的 你自己在成德现在念这一段教会 你可以想起下一句的 可以打开麦克风 给我们说一下 已经知道答案的不能讲 是你自己不知道 然后冒起来的 好 我给大家讲这句话 老人家讲完这句话 下一句 几个人懂啊 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啊 当你跟学生说 这个好重要啊 好重要啊 你们不能不懂啊 我们的内心 多希望学生 记住啊 提高八度强调了 可是我们想想啊 老和上讲这段话的时候 几个人懂啊 假如我们是真理解 师父的心啊 你听一次 你就不会忘了 因为你已经 感受到他的苦心了 而且要开出这样的道理 不容易不容易啊 老人家没有录那个境界 不可能开出这么圆荣的教法 所以陈德初学佛 听太上感应篇 自己的感觉 根本就是华严俊嘛 怎么是太上感应篇呢 圆人说法 无法不圆 所以我们真的 要听到老和上的心啊 不只是耳听啊 要心听啊 要神听啊 心神领会啊 听到老和上说 找一个好学生 更难 感受到了一个 河畔拖出 掏心掏肺的 善知识 的心啊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别人不干 我一定要干 我一定做老和上的真学生 不然老人家这句话 我们还是划过去了 所以老人家 这一段开示 不到两个小时 陈德听了不少遍 感觉 一两个月听下来 哦 这一段很重要 再听个半年 哦 这一句很重要 继续听下去 这一个词啊 这一个字 好重要啊 所以自己的根性啊 落劣啊 真的根性好 应该听一遍就记住了 自己听了那么久啊 才知道 才尝到一点味道啊 六祖慧能大师啊 半部金刚经就践性了 博士论文 二十个字啊 交出来 何其自尽 本自清静 何其自性 本不生灭 本不动摇 本自具足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我们很羡慕啊 那行人看门道啊 是因为他的万分功劲 假如我们听到这里 我们又几个念头了 六祖大能可以 六祖慧能大师可以 我不行的 哇 障碍在哪 念头 有时候老和尚在 河盘托猪啊 叫回我们 我们边听边想 老和尚不是普通人 那他行 我们不行的 障碍不在外 我们每个人的缘 都具足 不只可以往生 还可以在今生 真正把 传统文化 念佛法门 弘扬开来 每个人都做得到 只要不被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的念头 障碍不在外面 染球 帮助我们 他跟孔子配合 来提醒了 两千五百多年的我们 染球跟老和尚 染球跟孔子很近 染球跟孔子说 非不悦子之道 利不足也 大家想一想 染球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不是觉得 他的体会很对 老师 我不是不欢喜 你教的 我能力不够 孔子说 利不足者 忠道而非 利不够是 走到一半 走不下去了 没体力了 叫利不够 你不是利不够 精辱化 你自己化地自现 所以境界没有问题 佛法是内学 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是真相 我们遇到人事敬眼 又觉得 哎呀有爱 哎呀 两难 哎呀我不可能了 被自己的念头 障碍出来 浪子回头 都可以经不换 危机都可以变转机 悲愤都可以变力量 遇到歌力王 在世间人觉得 晴天霹雳的事了 忍辱先人 把他变成什么 快速成佛的真相员 所以佛法叫妙法 不止他自己 快速成佛了 他老人家这个公案 后世那么多佛弟子 都以这个公案 为修忍辱的榜样 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没他老人家这么表演 我们还看不出来 什么叫转境界 那诸位老师 我们也要表演转境界 借给学生看 他从我们身上看到 灵违不乱 遇到事先不要慌 静下来 以静之动 以沉之福 要沉着下来 以静之动 以沉之福 以缓之急 以宽之偏 自贬 老祖宗留这些话 都是什么 都是调心的 心守好了 一切法都会好 因为一切法 从心向神 解决问题 不能着在境界上去 从根本 我们小时候 陈德小时候是到高雄中山堂 去看电影了 当时候 你往后面一看 都有一炷光射出来 那个胶片 在那放 今天我们希望 这一处戏转变 不希望 哎呀这样演下去 太惨了太惨了 我要转了 我要转 怎么转 你跑到那荧光幕上 在那里 哎呀转了转了 他咋转了 要到那个放映室里面 就换胶片才能转了 所以我们人 有时候遇到逆境了 考验了 哎呀 操天啊 谁来帮我啊 你遇到危难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真来啊 也是我们自己的心 变现的观世音菩萨 不见一法 离心别有啊 我们的真心起来了 真相信有观世音菩萨 跟观音菩萨的愿力 一起感应道教 自心就献观音菩萨了 所以护好自己的念头啊 比什么都重要了 夏天菩萨就是说 自助者 天助啊 自救者 天救啊 太有道理了 而且啊 我们一想自救了 我不想再轮回了 我要出轮回了 这一念 敢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加持你 这一念可不得了啊 因为诸佛如来 同体大悲 跟我们过去生都有缘 无量寿经也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了 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时 我们现在已经正法灭了 在末法了 当有众生 执诸善本 以臣供养 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 家为利固啊 能得如是 广大法门 所以我们不能觉得 很多事情好像是偶然啊 天底下没有偶然的事 一切不离因果两个字 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没有前因 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果 我们会遇到念佛法门 是有无量诸佛 在加持我们 但是我们得了 如是广大为妙法门 接着呢 要摄取 受止 要好好念佛 一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叫摄取 就把阿弥陀佛 果地上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老实念佛 全摄佛德 这个法门啊 等绝菩萨都讲不明白 唯佛与佛 乃能知啊 如来功德 佛制之 唯有世尊 能开世啊 这个法门 跟其他法门 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啊 其他法门 修因正果啊 这个法门 从果起修啊 所以最快速成佛的方法 为什么十方诸佛 都劝他的学生 去其他世界 因为每一个老师 都希望他的学生 赶快成就啊 那那个地方 是最快成就的学校 那哪有佛 不推荐去的道理呢 而且推荐去是 光宗集尊 佛宗之王 推荐的啊 教的啊 黄念主老句是慈悲啊 给我们几个比喻啊 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啊 所以他用莲花来表示啊 开花了 莲子在里面啊 一般的花都是 开了花 那个花慢慢慢慢 变成果了 那黄老说 比方说你今天要吃馒头 你要播种啊 首先还要选麦种呢 然后播种啊 要浇水 要施肥啊 几个月之后 割麦子啊 磨麦 揉馒头 哇 这个工序不少啊 时间不短啊 终于 争出馒头来了 大家闻到香味没有 好 吃馒头 这是一般的法门 是这样 在念佛法门 直接吃馒头 叫果教门 他立派 果教门 从果起修 咬一口 都是佛果 集修集果 可是重点来了 你得吃啊 你不吃 吸收不了 营业了 你说馒头好好 馒头好好 念佛好好 不念 吸收不了了 得不到利益了 所以我们以后见面 不要说吃饭 要说馒头吃了没有 佛念了没有啊 互相提醒啊 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 赶快去 赶快去对 对讲评啊 还在那里拖啊拖啊 拖到最后过期了啊 日后 再一次 本来 爹 没有 棍 optimal 就 很好 反 股 您